范冰冰的闺蜜,遭陷害得罪圈内大哥被封杀三年,新戏搭张亥隐关注。 台湾第一气质美女,跟赵又亭传绯闻,或闺蜜范冰冰提携成霸凭女王。文一床情书。 温暖的闲正在忙过台热播,比起再次扮演霸道总裁的张翰,温暖扮演者张军明更受关注。 戏中张军明扮演的温暖形式果断,雷厉风行,被誉为史上最强秘书,高颜值和好演技令张军明频频登上热搜,而温暖跟战男嫌长达十年纷纷合合的恋情更虐翻了很多剧迷。 张军明是近两年的大瓶女王,据一床情书统计,去年她有六部影视作品热播。 海上沐云记沐云生的母亲尹蓉。 深夜食堂中的孙可为 大军师司马懿系列,军师联盟和虎啸龙吟两部,李温柔貌美,又颇有心迹的百灵军。 电影《六人晚餐》里搭桑吴刚,豆娇,出演性格倔强的小镇姑娘林小兰。 今年除了三月份上映的电影《闺蜜2》和近期热播的《温暖的闲》,张军明参演的《如意传》、《大轰炸》、《长河落日》等作品也即将跟观众见面。 如意传理性格温婉的科里叶特海澜。 大轰炸中的战地记者前雪。 张军明和妈妈合影。 据《异传情书》了解,张军明出生台湾一个书香门地,父亲是法学博士、大学教授,母亲是知名文学作家,姐姐是传播学硕士,而张军明自己则是法学硕士。 良好的家庭和教育背景,成功铸就了张军明独有的文艺、知性气质,从而享有台湾第一气质美女之称,2015全球百大性感美女评选中,张军明位列台湾区第二名。 最美的时光与美与美丽大方的外企白骨精苏曼。 最美的时光里美丽大方的外企白骨精苏曼。 最美的时光里美丽大方的外企白骨精苏曼。 少年四大名不离古灵精怪,擅长读心术的楚黎墨。